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队友的面路和霍纳赛克就让双方交舞 而在1月25日的队内训练中 诺奥再度和霍纳赛克冲突 双方当中发生了激烈争吵 之后 诺奥赛也没有为尼克斯队打过一场比赛 诺奥曾经是联盟的顶级内线 2013-14赛季 开场均可以得到12.6分11.3个篮板5.44入攻 还有1.5个盖茂和1.2次抢断 投篮命中率为47.5% 入选全明星的同时 诺奥还获得该赛季的最佳防守球员 但最近几个赛季 因为伤病还有场外私生活的问题 诺奥状态急剧下降 过去一个赛季 诺奥只为尼克斯打了七场比赛 场均出战5.9分钟 只能得到了1.7分 两个篮板 从上个赛季交易截止日开始 尼克斯队就在尝试 交易走诺奥 但诺奥的大合同 还有他低迷的状态 让尼克斯很难送走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尼克斯不愿意送出年轻有强力的球员 还要选秀权 如果无法交易 尼克斯将会在赛季开始之前踩掉诺奥 现在还不清楚 诺奥会在这个过程中放弃多少金钱 但这样的决策 会让尼克斯在明年夏天 多腾出1300万美元的薪资空间 事实上 诺奥也不愿意继续和尼克斯保持这样的关系 之前不久 诺奥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让我走吧 你们还在等什么 你们根本不想我待在这儿 所以让我走吧 如果诺奥离开 在很多人看来 他可能会加盟森林狼队 毕竟 森林狼队的主教练汤姆希伯度一直都有就叫收集体 不过 之前纽约时报的记者马克斯塔恩曾表示 如果你尼克斯和诺奥达成买断协议 森林狼并没有绝逐诺奥的计划 隔方 我们下车步骤